嗨 大家好 说编小黑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比我想象中要适应得多 小黑进家的第三天 我们已经忘记得出来吃大肉 摄像头看一下 他在这儿 出来的时候就在这儿 现在还在这儿 也对 在院子里蹲守了半年 估计早把家里里外外 看了个明明白白 几点钟在哪儿吃饭 在哪儿晒太阳 哪儿窝着最舒服 他都门清 猫鸡关系也搞得不错 但苗生总有意外 比如下落不明的蛋蛋 腰不能停的耳满 对不上的胶 还有痛湿的祖宅 但最让人头疼的 当属上厕所 第一步学习是用猫砂盆 他不会用带盖的 需要钻进钻出的猫砂盆 可能是担心自己卡住 之前说小黑3.9公斤 好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 开始我也不信 这俩居然一样重 但你这么看 虚胖和斯壮 高下利剑 所以我把家里的猫砂盆盖子 都拿掉了 他还不懂得憋尿 来感觉了就近 就要找地方解决 所以我又买了 好多长口的喷 加上呼伦和小枣 原本的三个 家里足足七个厕所 但小黑的表现 还是不太稳定 你看他总是拿豆腐砂当窝 我真是无语 你这是琢磨啥呢 他对豆腐砂 可能有些误解 听说烹饪土砂 更接近户外泥土的脚感 我又给他换了砂 一系列操作下来 总算没白忙活 为了让呼伦和小枣 也习惯用一用新砂 我把他俩原本的两个盆 打通了 中间用魔术贴连接 然后一边放豆腐砂 一边放新砂 这样他们既能 慢慢适应烹饪土 又可以自主选择 在哪边上厕所 而随着两种砂来回被刨 两边都有猫咪熟悉的味道 它们更容易适应新砂 这个尿团也太圆了吧 这么工整的一个尿团 现在我终于不用再紧绷着神经 担心它们乱尿 把砂刨得满地都是啦 不管是猫砂还是别的 不管是小猫咪还是我们 适应和接受新事物 我需要些时间一些信任 慢慢来 相信我们都能做得好 这也是小家伙们教会我的